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石镇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2年的7月3日 这两天南京银行刷屏了 为什么呢?因为南京银行换了个行长,改了个工章 其实如果放在以前,从表面看,真算不得什么大事 但是现在这年头不同了 河南村镇银行的事还没解决 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再加上前段时间,中国几乎所有的银行都限制了每日提现的金额 似乎这就是在预防老百姓挤兑 这些因素都加在一起,所以形成了今天的南京银行效应 那么南京银行是不是就要破产了呢? 更换印章这个操作里又有什么门道呢? 这件事我们应该要从哪些角度来分析呢? 这一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国内 你要如何分辨一家银行是否有经营风险 先说说本次南京银行事件的几大谜团 第一,行长突然被换 分管金融风险的南京市副市长也同时换人 这不禁让人想起前不久招商银行行长田慧宇被抓的事 当时也是先传说田慧宇没有被抓 只是在招商局内部换了个新岗位 结果四天之后,田慧宇果然被抓 那么本次发生在南京银行的事 刚开始的剧情也是非常类似 说南京银行行长林竟然因工作需要另有任用 现在是东南集团的副董事长 在林竟然之前 南京银行的上一任行长树行农也是同样的操作 他在2019年5月突然被调去 任南京新农发展集团副董事长 然后南京银行的行长一直就空缺了近9个月 直到林竟然接任 如果只是换个行长 这事儿其实还好 不过南京这回把分管金融风险的副市长也换了 新来的副市长还是东方资产的总裁邓志毅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东方资产是什么公司 其实我以前在讲赖小明的时候有提过 中国有四家主要的AMC公司 也就是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 分别是信达资产 东方资产 长城资产和华融资产 这四家AMC公司又分别对口四大国有银行 专门帮他们擦屁股 已经出示的赖小明的华融资产对应的就是公行 而现在出现的这家东方资产对应的是中行 让一家AMC公司的总裁去任南京风管金融风险的副市长 其中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他去处理南京当地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 从这一点上 我们的确有理由怀疑 南京银行的不良资产已经快兜不住了 急需要人来擦屁股 那么我们再来说说 银行的不良资产是怎么产生的呢 用非常直白的话说 无非就是贷款坏账了 也就是借出去的钱可能收不回来 我们再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 假如南京银行真的存在坏账过高的问题 只可能是贷款过多的投向了房地产领域 或者受到某家类似恒大这样的企业的拖累 像南京银行这样的成商行 一般都是由当地财政控股 背靠政府 专注做本地区域业务的 所以假如南京当地有地产爆雷 或者有上市公司出现风险 那么南京银行必受牵连 我们沿着这条线索再挖下去 就可以看到南京银行在今年的3月 刚花了3.88亿收购了苏宁销金41%的股权 至此 南京银行以56%的占股 成为苏宁销金的第一大股东 苏宁集团受到恒大牵连出现了债务危机 而在关键时刻 充当苏宁白马骑士的就是南京银行 我有理由相信 南京银行是受到南京市政府的要求 让它务必要拯救苏宁 说实在的 在南京市政府的指挥下 南京银行可能还充当了其他当地企业的白马骑士 用真金白银收进来一堆垃圾资产 这才导致了自身的坏账可能要兜不住 这是宏观方面的银行运作带来的麻烦 那么除此之外 必然还有高层各种中宝私囊的操作 这里就要说到南京银行的第二个谜团了 也就是为什么突然更换公章 7月1日 南京银行发公告称 因为原来的印章使用年限较长 磨损严重 决定更换印章 原印章与同日作废销毁 一般来说 银行如果突然更换印章 那么所有盖有老印章的各种材料都要同时更新 这也就意味着 假如你手里有一份南京银行盖章的担保合同 或者还未使用的票据 你就要去银行更换一份新的 这时候等于南京银行就可以借换印章的事 审核一遍所有流落在外的业务材料 我们可以大胆做个假设 林静然在就任南京银行行长的这两年里 一定做了很多非常规业务 因为都藏在表外 所以南京银行内部也没有全部完整的信息 如今既然要查 就必须要知道真实的家底 那么换印章就是一个很高明的招 只要一换印章 所有还未履约的合同票据 就都要拿回银行重新盖章 这时候新的管理层 什么认 什么不认就可以做一座文章了 到时把所有不想认的业务全推给林静然就好了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 新来的副市长 现在正带头摸清南京银行的真实家底 如果藏在表外的业务太多 债务过重 为了保住南京银行 他们就会把这些业务全定性为不合规 再按到林静然头上 等全部查清 林静然也就差不多可以宣布被抓了 这两日 南京银行启动了危机公关 先是报警举报了西部证券的某员工 称其在微信群发布南京银行的不实言论 属于恶意造谣 该员工已经被西部证券开除 接着又马上公布今年的半年度财报 如果单看财报 数据真是特别的漂亮 2022年上半年 南京银行实现营业收入235.32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32.95亿元 同比增幅16.2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5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6.96亿元 同比增幅20.06% 资产质量方面 截至今年6月末 南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0.9% 较年初下降0.01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395.17% 保持基本稳定 不过经历过村镇银行事件后 相信大家对银行的财报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 因为表外业务究竟有多少是不会出现在财报上的 而且就不良率而言 银行有很多的技术操作 可以把这个数字做低 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如某笔贷款连续三个月没还款 这肯定是要算在不良贷款里的 但是我可以在三个月期限快到的时候 往里打那么一点点钱 这时候因为有了还款的行为 这笔贷款就不算在不良贷款里了 就这么一个最简单的操作 就可以把不良贷款数据做低 所以我一直说银行公布的不良率并没有多少可信度 刚才我们看到 南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只有0.9% 但是拨备覆盖率却高达395.17% 所谓拨备覆盖率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银行专门流出来 应对不良贷款的钱 南京银行接近400%的拨备覆盖率 就是说南京银行流出了 几乎4倍于不良贷款的应对备用金 这个比例会不会太高了点呢 如果我们倒过去 看前几年南京银行的数据 它几乎年年都是高拨备低坏账率 而银监局这几年 一直在要求银行降低自己的拨备覆盖率 银监局对于拨备覆盖率的要求 是你只要达到120%到150%之间 就算合格 那么南京银行接近400%的拨备覆盖率 会不会有点用力过猛了呢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真实的不良率一定还要更高 最后我们来说说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如何判断一家银行的风险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首先看后台 比如国有银行中农工件 外加交通银行和邮政储蓄 肯定是第一梯队的最安全银行 因为在中国金融的游戏规则里 国有银行是不存在破产可能的 它不考核利润 它承担了很多政策性的业务 它是央行的亲儿子 必然是利保的 国有银行之外 第二梯队就是全国股份制银行了 中国现有12家全国股份制银行 招商 普发 中信 光大 华夏 民生 广发 新业 平安 浙商 横峰和波海 其中招商是龙头老大 其次就是平安 新业 至于排在后面的那些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里面的问题也是一大堆 各有各的花样 各有各的凡人股东 第三梯队就是陈商行了 陈商行的龙头老大是宁波银行 我们今天说的南京银行也是陈商行 当年是和宁波银行同年第一批上市的陈商行 只是这么多年的发展下来 各项实力都不如宁波银行 以至于今天还发生了这样的事件 不过就我个人的判断来说 南京银行短时间内破产倒闭是不太可能的 储户也不会发生和村镇银行一样的存款被吞事件 毕竟南京是个经济发达的城市 南京银行的诸多表现 也在极力表达自己还想自救一把 不过短期内安全不代表长期都安全 如果谨慎一点的话 有存款的朋友 现阶段可以趁着这个窗口期从南京银行撤资 除了看后台以外 大家还可以通过银监局的罚单 来判断银行的风险 要知道这几年银行主要的精力 都在应付银监的合规检查 成年旧账是想尽了办法要兜住 每天有写不完的报告 做不完的假账 如果在这种重视力度下 仍然频繁登上银监的罚单榜 那么可见这家银行的屁股 是怎么擦都擦不干净了 出风险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2017年至今 南京银行一共吃了41张罚单 业务违规更是涉及方方面面 特别是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资金挪用等等 所以今天的事并非无迹可寻 前几年到底违规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业务 也就只有南京银行自己知道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